想要肉馅,好吃有诀窍,教你饭店不外传的配方,鲜嫩多汁超可口 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麻烦点个赞加个关注,感谢大家 选用三肥七瘦的全腿肉口感更好 先把肉切成大薄片 再放到绞肉机里,盖上盖子,启动绞肉机,搅打成肉末 搅好的肉末装到大碗里 搅短的时间不要过长,保留一些肉小颗粒,吃着口感会更有嚼劲 起锅倒入200毫升的清水,加一把花椒,大火煮开 煮上5分钟,煮出花椒水,倒出来过滤 放入多一点的葱姜 待水不烫的时候就可以下手抓油出葱姜汁 抓到水变绿,有点浓稠就可以了 然后把葱姜花椒水分次倒到肉馅里 每到一次都要下手抓拌均匀 让肉馅充分的吸收葱姜花椒水 肉馅吸足了水分,不仅吃起来嫩滑 而且可以很好的去腥增香 又吃不到葱姜原料,真的是一举三得哦 怪不得饭店的饺子那么好吃 诀窍就在这里啦 200毫升的葱姜花椒水被肉馅完全的吸收了 盆底一点水分也没有 拉开肉馅还有拉丝的状态 打入一个鸡蛋清,继续搅拌均匀 不仅可以让肉馅更滑嫩多汁,还增加了营养 这么多液体都被肉馅吸收,想不滑嫩都难哦 接下来调味,加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半勺蚝油 少许的盐,胡椒粉 下手抓拌均匀,让肉馅入味 接着放入多一点的葱白碎 倒上热油,激发出葱香味 守住肉馅水分的同时,吃着味道会更香哦 继续下手搅拌均匀 搅成肉馅也是拉丝状,水润润的 万能的肉馅就调好了 可以用来包饺子,包包子,做肉饼都特别的香哦 今天就用这盆肉馅来包裹 白菜香菇饺子,先把白菜切碎 加入两勺食用盐搅拌均匀 腌上五分钟腌出水分 把白菜放到纱布里,转起来挤干水分 包的过程中就不会出水,影响肉馅的味道了 把白菜和肉馅放在一起,加一点香菇碎,吃着会特别的香哦 最后直接搅拌均匀,饺子馅就完成,可以开包啦 饺子皮放上适量的肉馅,直接对折 把边缘全部捏合起来,再放到两手之间用虎口这样一挤压 一个大肚饺子就包好啦,对于不会捏着花老朋友来说,这个包法特别的简单哦 煮饺子要开水一个个的下入,煮上30秒定型,用铲子推动防几粘锅底 再次开锅点入冷水三次,煮至饺子全部浮起就可以捞出装盘啦 白菜香菇肉馅饺子就完成啦,咬一口鲜嫩多汁,肉香十足 喜欢一定要试一试,不好吃,算我输 也请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